首先呢来看一下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位置 它位于美国西部加州旧金山南边 Santa Cruz叫圣塔克鲁兹 学校呢是位于整个城市的西北边 能看到地图上这个绿色呢其实就是很大片的草坪 整个校园呢它主要的入口就是在这个南边 校园的南边呢也都是以这种平原为主 从地图上也能看到主要的建筑全部都在这个密林里面 一会儿在视频中呢也会很明显的看到 我开车走的呢主要是从这个最东边的这条路上来 从这边呢主要的college我也都有路过 之后呢是从东到西然后往南 步行的呢主要是这个Rachel Carson College 之后呢是从这个南边出来的 城市呢也并不是很大 然后这边呢是海滩 也是城市主要的一个景点 现在呢是在加州圣克鲁兹市 是去往加州大学克鲁兹分校 它的位置呢距离就近山湾区盛河西呢 大概只有40分钟左右的车程 那它距离硅谷呢也是差不多是同样的距离 所以说呢在这里的学生呢可以很容易的找到硅谷的一些实习工作 学校呢是创建于1965年 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一所学校了 不过呢它排名也是依然是非常的好 所以可以见得它学校的实力应该还是很厉害的 现在所在的这个圣克鲁兹市呢 它属于一个海滨城市 它一些冲浪啊 还有阳光沙滩非常有名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左右两边 有很多是那种在热带海边才会看到的植物 学校呢整个是坐落于一个红木林里 所以说校园的环境呢应该也是非常的美的 它也曾经被评为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学校之一 现在呢算是穿越了一片豪宅区 因为我有看到很多房子还是非常漂亮的 它把家门口的这种灌木呢也修剪得非常好 在这里呢我们右边是一个Elementary School 是一个小学在这个树林里面 所以呢你能看到它会有一些孩子指示这个行人啊 还有学校 我前面呢也有说过 在学校的附近呢需要开车要格外的小心 因为它它的限速呢比外面是要低很多的 这里呢我已经能看到有学校的牌子了 写着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然后Santa Cruz 从这边转进来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学校的范围了 这边呢我们是从校园最南边进来的阿福贝里 啊学校也算是在一个小山河上面 这个南边呢是河山的入口 不过呢学校一些主要的建筑呢 还是集中在校园偏北边的地方 这边呢现在走的是整个学校最东边的一条 你看呢这边什么都没有哎 右边看下去呢就是可以复盖到整个中边的一些树林了 学校的建筑呢我从这个岛华上看 它都是在这个小路的里面 它都没有在就是沿着这个主路上 全都在里面 现在从这里转进来 这边呢是有一个Humanities Lecture Hall 学校呢非常大 而且在山坡上 我这个就没有办法下去走 这里呢能看到叫Cowell College 前面呢还有一个Stevens 而且前面还有食堂 还有一个图书馆 哇这个校园真的是太神奇了 科度也是非常的大 如果你从视频里面能看出来的话 就完全没有办法走路了 我就在车里面转 在这种坡度上面我这个自动挡的车如果说不踩刹车的话车会往后倒 它会往后溜车 一般情况下呢自动挡它是你不踩刹车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怠速嘛 比如说这个坡度大到它会往后面溜车 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山坡是有多大 整个学校呢它一共是有6个学院 每一个学院就是像我们刚刚去过的那样一个集合全共同在一起 它所有的一些教学的建筑呢也全都是集中在一起的 这里右面上去呢是叫Cowell College 这边呢同时也有Apartment 从这边转进来呢前面就是这个Cowell College 这边呢是有一个小的转盘 我们就维持这边转一下 这个学校完全就是在树林的里面 这个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学校 它是整个依着树林而建 所以完全都是不规则的 每一个college呢它配套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一个college里面 那我们这个Cowell College 还有Crown College就都转了 我们下面去到前面 前面是有一个叫college 10 有一个college 9 这边过来呢是college 10 我们前面是有一个college 10 我们前面是有一个social sciences 哇这个路真的不好绕啊 我一面要看着导航走这种弯弯曲曲的小路 前面这个楼呢就是social sciences 是社会科学 这样的这个college 10也转完了 在这个校园里面开车真的很college 10 路窄不说而且弯弯曲曲速度还不能太快 你一旦快了像这样的小口你错过了就还得绕一大圈了 这边呢在左面的树里面有树窗网上看到有3A3N nearing library 然后还有一些实验室 整个这边呢应该就是理工科类的建筑 这里呢在路边已经能看到楼了 这个还是公立啊 左手边这个是physical sciences building 是物理科学的 幸好现在放假学生不多 而且车也不多 不开的这么慢呢也没关系 学校里面线速可以看到这盘子上写的是15公里 这个线速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里呢左左边我上面看到了一个咖啡 应该是主教的一个食堂 再往前呢是price college 在这个college里面我还看到了有root co-op 应该是一个超市 也不知道在这里 现在走到的就是Porter College Porter College好像是艺术学院 因为我有看到这边前面有一个Art Gallery 一个艺术馆 这边视野就开阔多了 已经离开最茂密的树林的那部分了 现在应该是相对来说可能是小山的顶上 所以说视野比较开阔一点 这边也开始有比较平的大片的地牢 刚刚有看到一个网球场 这边可以看到右边指的是Family Student Housing 就是如果说有家庭的学生就是住在这边 在这边的地牢里面有一个中心的地牢 带来更多的地方 就学习宿了 感觉会有一个大型的地牢 在这边的地牢里面有什么好多的地方 所以说是常常转的地方 这边是一样的地牢 在这边的地牢里面有个大型 在这个地方是很多地方 就是在这里的地牢里面有一个大型的地牢 你会看到你的地牢里面有一个大型的地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几乎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我现在下来不容易 在这里面走一下下来 这里下面呢有写的叫 Ritual Carlson哥的雷尺 正前方呢 你如果能看到的话 那个就是大海了 这边整个你可以看到太平洋了 这边有个宅宅 这是一个宅宅 其实这边的房间 还真的是 其实整个这个Santa Cruz呢 它并不是一个大大的城市 整个城市人口也就是3万人 非常的小 非常安静 这里再往前呢 就是刚刚开车走的地方 Oscar 其实看这些建筑呢 并不是很简单 也并不是很古老 就是那种 不见在几十年前的那种生活 不过呢 想想也是在这种山上的 不见房间 都还是很高 这有Westfield House 有一个小庭 这学校里面 其实走路不好走路 然后骑车也不会好骑 因为它都是浦海 下浦的话沙浦 上浦的话有骑浦 那你开车呢 也不方便还有停车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学生 会用这个走路加校车的方式 去往返于每一个靠内置 或者是和自己的宿舍 这边就是宿舍的房子了 我现在能看到 从这边看完呢 整个这个学校所有的college 我们基本上就都看完了 现在呢就准备离开学校了 我们正好呢是从东边这条路来 然后从西边这条路走 是围着学校呢是绕了一个圈 校园里面呢 这个stop sign非常多 而且坡度又很大 所以车行能不能快 现在这里呢可以说是整个校园最西面的一个点吧 正前方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大海 不过看起来这海湖面不像是平的 有点像一个湖面 因为视线真的能看很软 游校园的西面呢 我们只是一路往哪开 就离开学校 我们从这里转过来就算是正式离开 圣克鲁兹大学的范围了 我现在呢是准备往海边的方向走 去这个海滩边上看一下 海滩呢也是像克鲁兹它的这个一个著名的景点 很多游人如果来到这里呢是一定会去到海边的 其实这里距离海边的工程呢也就是十分钟左右 距离大概是两英里多一点 五到三英里 所以说如果有同学喜欢这个海边运动 水上运动的话比如一些虫状啊 是可以考虑申请这里的 因为它离海边非常的近 这边一路过来呢看到最多的肯定就是美式的别墅 其实这边的房子有的 看起来比较普通一点 这边就会有很多卖这个冲浪用品的商店了 其实冲浪呢在美国还是相对来说比你想象中的要普遍 这边喜欢玩冲浪的非常的多 在我们国内呢其实冲浪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运动 而且冲浪其实它也属于极限运动的一种 它或多或少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系数的 像在这种存的大海里冲浪呢 如果你水性不是非常非常好的话 请你还是不要去尝试 正前方就是整个圣克鲁兹的海滩了 这里同时也可以算作是整个圣克鲁兹市的水平行 从这看呢就很明显 可以俯瞰到这个海滩的全貌 它面上会有一些商店 这边呢游人还是比较多一些了 这里应该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现在是一月份 阿里来说天天最冷的时候 不过现在的季节呢海边也有很多的人 所以说呢 这边它就这个样子 现在呢在主页上来看一下学校的录取 首先选择admissions 从这边呢先来看一下本科生 直接往下呢 左侧看到这边有一个international 然后呢从左边选择这个international freshman admissions 指的就是新生的录取 直接往下呢是一些比较常规的录取要求 首先看到呢它就是需要你的成绩单 然后还有呢是ICT或ACT的考试成绩 之后呢语言要回到上面 从这边呢能看到比较详细的分数要求 首先雅思呢看到这边是要求6.5 然后托福呢这个IBT是80分 之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试成绩 全部都是可以用来作为语言成绩的 最后呢是它寄送的一个地址 其他的信息呢比如说这个学费呀 然后还有截止日期呢都在下面 那我们从申请页面呢再来看一下研究生 选择graduate admission 之后呢还是从上面直接选择admissions 然后呢看到application 选择这个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直接往下呢这边就是申请的要求 主要看到呢托福这边是83分 不过呢以下的这些专业呢是要在89分以上 如果说你想要做TA的话呢是这个助教 你的口语呢要在26分以上才可以做这个助教 下面是雅思啦它最低的要求是7分 然后做TA的话呢口语要达到8分 那这个要求就还是比较高的 后面呢是如果你满足一些要求的话呢 也是可以不提供语言成绩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 后面呢是一些常规的要求啦像这个签证啊 然后买的这个医疗保险之类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主页呢再来看一下 学校的宿舍选择这个campus life 从这里呢直接往下有一个living on campus 之后呢看到这个explore housing里面有一个communities 主要呢我们选择一下这个ten colleges 里面呢基本上我在视频中都有录过 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cowell college 像这种住宿学院呢其实我们前面在很多学校也都有看到过 呃基本上它是学习跟生活是在一起的 所以呢现在直接来看一下宿舍的费用 从这边直接往下 首先看到的呢就是传统的宿舍楼 那它仅仅就是依据房型来分的 还有呢就是食堂它这个seven day meal plan 还有five day meal plan 能看到呢宿舍的费用其实还蛮高的 最便宜的这种四人间呢 如果是吃五天的话也要一万三 然后如果是单人间的话要到一万八 后面呢这个是公寓会略微的便宜一点 呃再往后呢是不同的宿舍楼了 那如果你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呢 都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给我 所有的每号研究设计要关系